尼泊尔拥有全球最多、最美、最完善的的徒步路线 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EBC 这条徒步路线不但可以近距离感受喜马拉雅的雄伟和壮丽 而且拥有完备且费用相对低廉的后勤保障 徒步者可以轻装前行 EBC有多条徒步线路可供选择 其中三压口徒步绝对是王冠上的明珠 本期视频是一个为期18天的EBC三压口徒步攻略 这里有尼泊尔最壮观的雪山群 珠穆朗玛峰仿佛出手可及 这里有尼泊尔最美的高山湖泊 蔚蓝晶莹、波光临临 这里有尼泊尔最可爱的北夫 勤劳、坚强、热情 请背好行囊 和我一起探索这片大美之地 第一天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集合 来十航班记得选择靠右的座位 天气晴朗时 壮阔的喜马拉雅山脉微然而立 酒店位于加都最为热闹的泰尼尔区域 晚上领队会同意检查装备 召开行前说明会 以及观赏独具特色的尼泊尔民族舞蹈 第二天 早起从酒店出发 乘车三小时前往Ramikab机场 这条航线是尼泊尔风景最棒的航线 但也是最不确定的航线 可能会因为天气或其他原因导致航班延误 大约二十分钟 即可飞到位列世界十大危险机场 排名第一位的卢卡拉机场 跑道仅有460米长 尽头就是万丈深渊 抵达卢卡拉午餐后 穿过标志性石门 办理徒步许可后 便开始正式徒步 今日徒步9公里 爬升400米 沿途景观丰富 大大小小的铁桥 刻满经文的马尼堆和错落有致的客栈 大约三小时即可到达海拔2600米的帕克丁 当晚我们在这里入住 第三天 徒步11公里 爬升800米 早餐后 我们沿着喀什和沿河而行 沿途过数座铁桥 不久后 就正式进入了萨加玛塔国家公园 然后一路爬升 多为台阶和水泥路段 这一天为适应性徒步 天气晴朗时 我们将看到著名的唐姆瑟库峰 下午抵达南池市场 南池市昆布地区最大的村镇之一 在这里几乎可以补充到徒步所需的一切物资 晚上可以尝一尝真正的高原鸡汤 第四天 徒步10公里 爬升900米 沿着喀什和继续前进 朱峰 洛子峰 阿玛达布朗姆一字排开 6公里左右的平步后 一路下坡 直到谷底 冰川融化的溪水奔腾而下 走上吊桥 一股寒气侵蚀入骨 过了河便是一个600米上升的大坡 穿过最后一片松林爬到坡顶 便到达今天的村子田伯界 这里拥有昆布地区最大的佛教古寺院 也是尼泊尔登山家丹增诺尔盖的出生地 第五天 徒步11公里 爬升600米 通往丁波切的路 非常理想 先是在山谷里穿行 四周是原始森林硕大的树干 穿过谷底的溪流 转过河谷 沿着缓坡行至旁波切吃午饭 这里是阿玛达布朗姆风绝佳的观景点 在往前 已没有了松林 只有一簇一簇的灌木 场面愈发开阔 多了些苍凉的感觉 人也越来越少 迎着世界之巅前行 下午 我们终于抵达丁波切 海拔4300米 小小的村落 聚集了几十户人家 全都是客栈 第六天 在丁波切休整一天 适应高海拔 为后续更高海拔徒步 以及翻压口做准备 体能好的队员 可以跟着向导徒步前往 南卡森 从山顶上俯瞰 阿玛达布朗姆风的景色 令人惊叹 仿佛近在眼前 合影留念后 我们原路下山返回村庄 第七天 徒步六公里 爬升七百米 今日路程较短 道路平缓 徒步大概两小时 即可到达今天目的地楚昆 这里是距离 骆子峰最近的村子 也是前往岛峰大本营 和空曼拉压口的必经之路 由于空曼拉和 赤康瑞观景台事业差不多 为节省体力 今天选择去往岛峰营地方向 这里有观赏 骆子峰的绝佳视角 下午 我们原路返回初昆住宿 第八天 徒步十三公里 爬升八百米 今天是整个行程中 最困难的一天 早起出发 开始爬升 先路过一段高山草殿 背后就是巨大的 阿玛达布朗姆峰 随后穿越一段随时坡 天气情况较差时 记得携带冰爪 当看到头顶金帆的时候 我们就到达了 海拔5535米的 压口 在这压口上 可看到骆子峰和马卡鲁 两座八千米级雪山 拍照留念后 我们开始下山 下山路况极为恶劣 需要穿越多个乱石坡 毫无路径 需要跟着向导前行 最后到达今晚的客栈 海拔4900米的罗布切 第九天 徒步十二公里 爬升七百米 早起出发 在网上 已经几乎没有路 我们在巨石堆中起伏攀行 右手边昆布冰川 向巨大的地龙 潜伏在碎石之下 仿佛等待甘道夫出现的时候 便会腾空而起 这些粗大的历石 随冰川而下 在山谷里散落一地 徒步三小时左右 到达戈瑞夏浦 海拔5190米 这里是通往珠峰的最后一站 再往前便是珠峰大本营EBC 稍作休息 下午出发去 卡罗泡塔 从营地到卡罗泡塔 整个爬升将近四百米 先是土坡 然后在石头堆里穿行 走到半坡的时候 可以清晰地看到 巨大昆布冰川 沿山谷一路下滩 登顶卡罗泡塔 这是EBC线路上的最佳观景台 也是整个线路的最高点 5550米 更是近距离观看 珠穆朗马峰最好的位置 第十天 徒步九公里 爬升三百米 早餐后轻装前往珠峰大本营 先穿越一段碎石坡 随后延山起前行 大约缓行两公里的平步后 经过一个陡下坡 来到昆布冰川腹地 在徒步大概五百米后 就能看到写着珠峰大本营的标志性巨石 以及壮观的昆布冰川冰塔林 每年的珠峰登山者就从这里出发 游览后原路返回戈瑞下坡 下午自由活动 第十一天 徒步十一公里 爬升二百米 今日原路返回到罗布切 执行大约三公里下坡后 到岔路口后 沿右侧行进 需要经过一个小冰河 随后缓坡上行 紧接着就是一段大横切 走到尽头 壮观的阿玛达布朗姆 突然出现在眼前 云雾飘渺 若隐若现 拍照留念后 继续演山谷横切 一路下到谷底 再爬升一个小缓坡 就到了今天海拔四千八百米的棕拉营地 第十二天 爬升七百米 今天我们需要翻越海拔五千三百六十八米的 车辣压口 早餐后 沿着一段平坦道路出发 临近车辣压口道路 会变得十分陡峭 爬升总共分为三段 前两段已碎石坡 土路为主 最后一段在巨大的冰川上爬升 我们需要穿上结衣冰爪 艰难前行 翻上压口后 可以远眺周围群山 卫围壮观 小小压口 拉下 拉下 耶 耶 随后又是一段陡下坡 再翻越一个乱石阵 便又到了舒服的土路 一路缓慢下行 来到今天的露营地 海拔四千七百米的拉嘎那 第十三天 徒步九公里 爬升八百米 前往高桥的道路有些崎岖 早起后 沿着土路前行一段 就需要横穿巨大的 Ngoz Ampar冰川 巨大的世界第六高峰 主要有清晰可见 途中还会经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冰川湖 在阳光下波光灵灵 散发着不同的颜色 大约四小时后 我们就可以到达今天的住宿地高桥 客栈旁边的第三湖是整个EBC最美丽的高山湖泊 下午十分 我们继续前往著名的Gokuri观景台观看日落 观景台海拔五千三百五十七米 可以观赏到猪澳有风 各种康风 猪木狼马风 马卡鲁风的震撼日落 晚上回去体验一下著名的猪峰牛排 第十四天 徒步十六公里 爬升二百米 早起拍摄猪澳有壮观的日照金山 早餐后 从Gokuriya徒步到海拔四千九百九十米的第五湖 路况整体良好 以高山草垫和土石路为主 一路上风景美不胜收 猪峰 若子峰 猪澳有 格崇康 这些蔚然而立的雪山 伴你而立石 还会被它的美丽震惊到说不出话 傍晚我们返回Gokia 第十五天 徒步十一点五公里 爬升五百七十米 今天是极具挑战的一天 我们将翻越行程中最后一个压口 Rangel Pass 早起先沿湖边方向前行 看到指示牌后开始上坡 一路爬升 雪山的倒影 在湖中映衬得十分美丽 大约一小时后 即可到达压口的下方 道路也变得困难起来 穿越碎石坡 经过最后一段爬升 看到金帆 我们到达了海拔五千三百六十米的Rangel Pass 这里也是一个无敌观景拍 四周雪山环绕 拍照留念后 我们沿着石堤下山 下降一千米左右 穿越数个高山草垫 沿途风光壮丽 傍晚 我们来到了海拔四千三百八十米的Langen住宿 第十六天 徒步十九公里 下降九百米 吃完早餐后 我们开始一路下行 已经进入徒步的尾声 沿途需要穿越大大小小的铁桥 途中能遇到不少风景优美的村庄 穿过标志性石门 再沿着山谷横切一段 便回到了前往南池的分岔路口 大约下午十分 就回到我们书记的南池 也预示徒步即将结束 第十七天 徒步二十公里 爬升七百米 下降一千三百米 今天是我们徒步的最后一天 早起可以去佛塔转一转 离开南池 经过萨加玛塔国家公园检查站 再继续沿着我们书记的喀什和前行 穿过几个小镇 马尼堆 就到了我们徒步路线的终点卢卡拉 晚上就要和背夫告别 背夫们也会给我们表演精彩的尼泊尔舞蹈 第十八天 我们继续乘坐世界上最危险的小飞机 返回加德满都 挥手望去 来时的路依稀可见 我们的EBC也宣布到此结束